其实这个球台和我们练的也不太一样 你看延安上来就两个发球出台 就说明比赛的经验 熟悉的过程 看一下马龙的发球 他就控制的相对比较严密 你没上手试试是吧 非常不容易 能有今天 你看延安对 感觉马龙还是 感觉延安还是有点紧 打乱的时候 他机会可能会更大一些 看开笑说这个六边形战士马龙确实是 你看这个延安全部出台 白转也出台 发球也出台 会进行一些尝试 会更释放一点 一看2比7落后了 机会不大了 反正恶人都是我来做 他可能在抬脚他有这个灯 是那个红色灯 是吧 是 他感觉散 因为说明他非常谨慎 非常紧张 不管说我这个教练坐在哪 或者我重要的人 对他是一个考验 主要他那一块正好在咱们实现的那个地方 心情也会稍微受到一些影响 对 心情也会受影响 灯是有这个影响到注意力了 对 他这个闪光 哇 漂亮 这会儿 这会儿挺可能的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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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他质量真的挺高的 你看 这叫智慧 智慧这叫啊智慧 这比赛的时候不能太时尚 最下车的一个 但是也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还有一种就是领先 或者胶着的时候 在关键分的这个变化 能不能成功 好 有机会 这都是机会 其实是增长 这防守真漂亮 小分是无比一颖先 已经很从容了 笑了 对 她肯定觉得苦笑 手之下如果再发挥不好的话 她在场上是很困难的 看看啊 看看 看不要拼一下 上手 漂亮 你看 马龙虽说现在还领先 但是她已经开始拨杀了 估计延安不敢拧了 用正手的拨战 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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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蛋 又完蛋了 是不是 因为她反手拧 其实拧得很好 打法了 现在延安他浑身有劲 使得出来呀 你看 又拧 马龙已经 但马龙刚才我说的 他关键的时候 抓住对手的漏洞 这样的话 随着最后延安这球出台 马龙应该是11比6 战胜了延安2比0的比分 赢下了今天的比赛 谢谢大家